哦 这吃饭 哈哈 你不给他拆拆了 你给他拆了 你给他拆了 哈哈哈 他太重了 这个 拆不动 你不给他拆拆 你给他 哈哈哈 人家都开不过去了 我给你拆 我给你拆 看他一朵 多哪个什么 这弄下了 这太麻糕了 放不下 啊 你拿着我再弄 这都不行啊 你想着电池 我给他弄过 弄得不好弄 这包裹太大了 而且还特别重 废话 我一个人都抬不动 给我抬头抖 扔地下 扔地下 今天收到一个遗族粉丝的快递 啊 特别的钱 我们 呃 四个人合力才把它弄上摩托车 因为特别的重 这里头到底是啥东西 咱们把它拆开看看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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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拆 我妈说他拆快递特别厉害 那这样他来吧 这费劲拆的快递 你看你扯得厉害 这是有一个包 咱看那包里头是什么吧 9块的衣裳 哦 是小孩子衣服 我记得他有跟我提过说 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多小孩吗 记得有送给小孩子的衣服 这啥 这是一块布 一块布暖 不知道这是移租的 这都是布 怎么全是布的 这是不尿布 不会吧 这些都是粉丝 先爱心 这些都是粉丝 先爱心 寄给一些小朋友的 一些家庭里面 这个感觉像是给我妈两只定做的 这是瘦肚子 是不是给你的 这是瘦肚子的 这是瘦肚子的 我得打很亮晓鸭的 这是瘦肚子的 好 这个包里头没有了 没有了 这是人寄给别人的 这是人寄给别人的 ikke没问题 你每次朋友可以吗 我开及给你 给你少荷复 你可以見吗 你自己寄帚都没有 譬类学六眼 赏名 然后你们可以看 这里 这里各种东西都有 还有针线鱼的东西 还有针线鱼的东西 这个适合送给那个吃饭孩子加的 我感觉是给那些大孩子们的 比如15 的15 大概是 看到这么多衣服很沉 刚开始我会觉得 感觉太累了 就会有点生气 为什么这是送给 小朋友的 他又穿到他身上了 这些就是大人的衣服 我就不一一展示了 感觉这些就是送给大人的衣服 到时候我去具体分一下 到时候再拍一个视频 当然具体都送给谁家 我们分类分类 这里头可是大包裹 咱看看到底有啥 不可能是被盖 看着好几样的 应该都自签这包成 就这包特别的沉 把钱给收拾 其实也这样我挺感动的 没想到就是我的粉丝里面 还有那么大爱无私的人 这里面都是衣服 外套冬天的 冬天的还有秋天的 你看这四个是新的 就是说没有 料牌都没有拆的这种 这个特别适合那个 七个孩子家庭的 到时候我们仔细分类分类 我们都是有好几家 小丽阿姨家 红丽阿姨家 还有很多很多 到时候我们分类一下 看大家看啊 把这些裤子什么的照片都没有拆 咱要做到公平公正 嗯 咦 这个也好看 你找个团吗 哈哈哈 你贝贝 你问问 不许找个团吗 到时候朋友们说可以了 我再给你了 你这样穿着衣服 行不行 现在不行 啊 你穿衣件怎么样 不行 到时候我在网上问一下 问一下人家的理解 给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不行 听我的 人家不缺 想啊 想啊 那话我再给你买 好好好 一姐不开心 躲到第二个笑 人家要是送给咱俩 他会就会被注说 专门送给咱俩 就像前天的衣服 都是寄给咱俩 是不是 嗯 那不是送给咱俩 人家都有备注了 说送给人家小孩子家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我还给你打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谢谢 谢谢 那粉丝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真的 这个是今天 这个包裹呀 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 呃 因为没有想到我粉丝里面 也有像奶奶的那些粉丝一样 就是大爱之人啊 无数奉献之人 嗯 嗯 也上个送快递也不赖 人不赖 真的不赖 但是 那上个上个上个视频 把我给你妈骂了 我去 谁有那样不整理我心想 哈哈哈 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 借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等会我们清理清理 然后整理整理 该送的就准备明天送了 再见